HELLO 大家好 我是八仙粉神海燒意外的商者 我叫劉嘉順 我沒有想過會在水上樂園被火燒到 現場就是非常的混亂 有很多那種頭髮燒焦的味道 還有一些甚至是皮膚燒焦的味道 然後看到很多人就是非常痛苦在地上 然後就是大叫 然後非常的可怕 就要形容的話就是人間獵獵 在送到醫院的當下 我其實一直不知道自己傷得很嚴重 我就覺得說 我可能兩三天一個禮拜就好了吧 那天醒來之後 其實我是感覺不到 因為我有床太久了 我感覺不到我的身體 我感覺不到我的手腳 我之後覺得我的脖子可以稍微動一下 然後我就問了我媽媽說 我的手指頭還剩下幾隻 然後我媽媽就非常的難過 就一直在哭 經過了輕創自閉手術 大概月末十七次吧 然後進進出手術房那麼多次之後 我漸漸的可以做起來 過了幾天之後 我就開始學習怎麼站 但是我第一次站的時候 我是那麼的順利 一站起來大概只能維持七秒鐘 那七秒鐘到後 我就覺得我的兩隻腿已經快不前了 可以走路之後 我就去敲牌大家的病房 然後叫大家起來走路 然後就是有個人會覺得好煩 然後我走又來了 每天早上 然後大家就犧牲我比較軟管 然後就覺得很好玩 雖然我們在這個治療的過程中 非常痛苦 但是我們就是 還是可以找一些苦衷作樂的方法 聽到第一間開始尖叫 然後聽到那個飛藥車的輪胎 在那樣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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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你的病房 到我手裡是很緊張的 因為你 就開始在想 什麼時候會輪到我 就心裡是很煎熬很可怕 對 然後我就藉由唱歌 然後來換歌我對你的恐懼 開始可以慢慢的可以跑步 就在跑步機場那邊 跑了之後我就 我的復健師就後來問我說 我們來去跑院去看看好嗎 然後我就跟幾個受傷的朋友 還有那個物理治療師們 去參加那個古巴的螢光夜跑 第一次跑就跑了12公里 雖然很累很難過 但是跑完的時候 心裡是覺得很放鬆的 就是我在失去了這麼多的 原本覺得理所到的事情之後 又可以再次的掌握我自己的生活 當我開始可以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嘗試著我要去游泳 浮潛甚至去衝浪 我都覺得說 這就是對我生活有一個很放鬆 私放壓力的方法 去年 12月的時候 就是參加了富士山的馬拉松 雖然沒有順利完賽 但是過程也蠻有趣的 就是交了很多朋友 然後也認識了不一樣的異國文化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告訴自己說 其實只要見識你 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做回來 可以做自己的主動 其實我這一路上真的是蠻幸運的 遇到跟我溝通良好的醫師 然後也細心照顧我的護理師們 然後還有那個就是 勇於跟我一起挑戰的復健師 我就應該叫他們物理這條事 然後我就覺得 這一段日子其實過得還不錯 就是仔細想想就是 當你一直想著好的事情的時候 好的事情就會來找 得到 感谢观看